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赵丽颖,一年拍摄八部戏,产后不休息,已经击身一线她为何这么拼? 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了,原因是聚少离多。 对于这个理由,有很多人都表示理解,毕竟赵丽颖在圈中也是数一数二的拼。 可以说,只要能工作,她绝对不休息。 但同时也有很多人都不理解,明明已经击身一线,成了顶流,为什么她还要这么努力地工作? 刚出道的时候,很多人都不看好赵丽颖,因为她是包子脸。 据赵丽颖自己所说,当初她跑到剧组接戏的时候,导演只看了一眼就拒绝了她, 说包子脸是不会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的,劝她不要白费功夫。 这番话击到了她,当时她就下定决心,一定要成为万众瞩目的演员。 到了后来,她演了《红楼梦》里的《行秀烟》,还有《新环珠格格》中的情儿。 就这样,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,但这并没有让她变得骄傲,相反,她觉得自己应该还要更努力一点才行。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,她依旧在不停地拍戏,有时候忙起来,一天还只能睡两三个小时。 对于她的成就,不少人都是感到欣慰的,但赵丽颖并没有止步于此。 尽管她已经完成了当年定下的目标,可在她看来,休息就会让人变得颓背。 想要维持这个现状,不被当下影视圈中众多新生血脉给挤下去,她要做的,还有很多。 所谓句少离多,在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婚姻当中,只怕是常有的事。 不能否认,赵丽颖真的太拼了,尽管她已经完成了不少人都望尘莫及的目标,但她依旧不愿意让自己松懈下来。 赵丽颖被曝成为拆迁户,老家拆迁一分钱没要,把钱捐给了家乡。 赵丽颖的成名之路,也算是一部励志的草根逆袭史。 从出道时存在感不强的乡边女配到如今的八十五花领头羊,赵丽颖以自身经历为网友证明了只要努力奋进,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所言非虚。 虽说草根逆袭的故事格外励志,但在新二代和关系户云集的娱乐圈,赵丽颖的出身一直是她早期的草点之一。 不少网友习惯看高门大户的子女在娱乐圈大开金手指,一到赵丽颖这里,就连农村人的身份也被他们津津乐道。 老天爷赏土吃,不洋气等评价张口就来,感觉只有把赵丽颖贬得一无是处,才能彰显他们莫名的优越感。 不过不同于部分网友的调侃和吐槽,赵丽颖对自己的出身毫不避讳,在各种采访和访谈中大方谈论自己的幼年经历。 幼年的经历锻造了赵丽颖坚韧的性格,让她在娱乐圈一步一步地往上爬,甚至成了85花行列当之无愧的领头羊。 在娱乐圈取得不错的成绩后,赵丽颖也不忘反哺自己的家乡。 从网上曝光的照片来看,虽说赵丽颖捐款修的路和大多数网友心目中的路有所差距,但对比之前已经好的太多了。 出名后没忘本,还知道回馈自己的家乡,按理说赵丽颖此举会广受称赞。 万万没想到,同村村民对赵丽颖捐款修路却不买账。 面对镜头,有些村民毫不掩饰地表示她修个路你们就感激她吗? 她就修了这一点路,修得太少了,还说那个大话。 虽说没有硬性规定,受人好处的人一定要懂得感恩, 但村民这种言辞难免令人心寒,不少网友也为赵丽颖感到不值。 不过就在网友替赵丽颖打抱不平的时候,修路仪式却迎来了反转。 赵丽颖亲自在活动中否认了修路传闻,趁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来的。 5月11日,有网友爆料赵丽颖的老家早前被纳入了拆迁范围, 赵丽颖也成了正二八经的拆迁户。 不过对于拆迁分下来的钱,赵丽颖一分没收,把这笔钱捐给了自己的家乡。 修路的乌龙被不少网友拿来狂潮, 在一定程度上也算影响了赵丽颖的路人员。 如今被曝英德的拆迁款分文未取,悉数捐给了家乡, 也算挽回了赵丽颖早前在修路事情上错失的口碑。 不管网友怎么朝自己,赵丽颖本人对老家永远是热爱感激。 正所谓不忘来处,方知去处, 清晰地知道自己从什么地方来,才能朝着目标继续向未来走去。 赵丽颖能抱着这种态度,相信她的未来会越来越好。 爱情最好的模样,是谢允和阿斐。 喜欢有斐最初的点是,男主不是权倾天下无所不能, 女主并非傻白填满利苏。 他们有血有肉,像极了我们身边某对平常的情侣。 谢允,有极高的轻功,有绝学推云掌, 有聪明绝顶的脑袋和伶牙历齿的三寸不烂之蛇, 她是阿斐的守护神。 没有谢允,四十八寨会失守,阿斐会无家可归, 但,没有阿斐,谁又能不惜一切代价救谢允的性命呢? 两人彼此成全,或服相依,最好的爱情,不过如此了。 谢允这个人物很复杂,对于二十三岁的王一博来说, 能驾驭好不容易,在面对多重身份的时候, 谢允的每个阶段都诠释得很好,王一博给了我惊喜。 她把谢允的灵动可爱,玩世不公,深情隐忍, 并弱豁达,悲悯和释然,以及对阿斐的不舍怜惜层层递进, 就像书中活生生的谢梅梅站在眼前那般鲜活, 真正做到了,让观众与谢允共情。 没看过王一博的片子,有匪是第一部。 前期,谢允去四十八寨之前, 是闯荡江湖无忧无虑的小军上, 虽有剧毒在身,只要不动内功,定会安然无恙。 因为身中透骨青之毒,谢允不能使用推云掌, 动用了内力将会威胁到性命。 而她在后期不得已使用了两次。 一推是维阿斐,在地煞攻打四十八寨, 谢允以命相搏,护她周全时,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。 二推时的谢允瀕临死静, 她浮在心爱的女孩肩上, 她一句你是我的天下第一, 我哭得惨不忍睹。 遇到师父,暂且捡回了一条命, 病后出醒的谢允, 她说,我刚才梦到了阿斐来过时眼里闪烁的希望, 在听到她已离开时暗淡下去的光芒。 我一定是疯了, 好喜欢谢允徘徊在生死边缘病弱的模样, 她耗尽着全力想念她的阿斐。 最甜的还是糯米鸭那段吧, 看到别人给阿斐送了一份小吃, 谢允极度地要命。 总想着不连累阿斐, 自己偷偷死去的谢允决定不逃跑了, 用她的话来说, 我连想到她吃一口别人做的饭都难受, 这辈子怕是跑步了了。 屋顶的谈话, 心爱女子的一个蜻蜓点水的吻, 可盼已久的她本该有个更热烈的回应, 可是没有, 她说, 我想求你嫁一个短命的丈夫, 这样二十年以后, 我还能再去找你。 非常喜欢后期有了爱情之后谢允的演绎, 从第一次推云掌开始, 知道来日无多, 离别就在眼前时, 谢允的无奈, 不舍, 牵挂, 留恋, 嘴里笑着眼里有泪在胸冲, 又生生淹了回去, 人物的情绪在肥允同旷的美意真理, 很细腻地表现了出来, 于无声处打动人心。 大结局深得我心, 历经生死的考验, 云匪修成正果。 有匪不只是在谈情说爱上吸引人, 还有家国情怀这一提升逼格的一条线。 甘唐公为了家国, 不惜妻离子散, 周匪接应护送吴将军子女的种种遭遇。 遇到周匪一行人后的谢允, 多次铤而走险, 他心中有侠义。 王一博演绎的谢允, 让我无数次忽略了他的年龄, 他真的是苏道札, 苏而不色, 完全是高段位的撩妹高手啊。 有人说, 王一博稍显稚嫩了, 换了谁谁会更出彩, 其实错了, 换了成熟点的演员, 一不小心就油腻了, 而王一博自带一种清新自然的少年气, 是谢允的不二人选。 赵丽颖作为前辈, 本以为演技出彩的他会带着王一博的情绪, 没想到, 赵丽颖很多精彩的地方是由王一博带动起来的, 他超常发挥了。 没说是赢宝表现差, 而是王一博让人太惊艳了。 两人都是认真演戏的好演员, 他们剧中的演绎, 让我们感受到了双向奔赴的爱情, 才是最完美的, 在我走向你的时候, 而你, 正全力奔赴在爱我的路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